正在过后 只往任何人指向话 那可能老板也是怕滑 相声有点 感恩导师 感恩美丽漂亮的音音 erklären 所有家人晚上好 好 FD上的所有朋友也往上好 拿到電路棒都覺得不曉得要講什麼 因為我又偷偷在寫心得 那個西醫師都不在 那還是非常感恩營長 那營長講得太快了 這樣子等一下回去不知道怎麼辦 那還是非常感恩真的在超忙 雖然說 剛剛營長的形容有點那個 然後我就想說 其實我以前真的還沒來超忙的時候 那個工作壓力大到真的很誇張很不行 那最後呢 我後來就發現現在呢 現在完全不一樣 現在真的義務量還是很多 可是那個月務啊就是偷偷就不見了 沒有在我身上 就不用我擔責任動 那我也不曉得為什麼就坐著坐著 然後就是 就是我老闆叫一下 然後事情辦一半 沒事又做一天 然後有時候會覺得這樣子好嗎 可是其實那個時間留在做什麼 都在做超忙 像我最近都在處理那些職工 就是大家的名單 然後要怎麼樣 那一天要怎麼樣處理 大家會比較順 就像包括今天就是 剛剛韋晨講到說能量 我今天連我想說 這個我就 因為月會已經到了嘛 然後手上還有十幾張票 我說要趕快把他發一發 那我就在上就可以再繼續找朋友 我找他朋友啊 他就先賴我 我想說 我想他這個人 我想先賴他 就先賴我你知道嗎 那我就看這個人 應該是我以前的同事 那我就開始聊天 我說然後他又聊到現在 公司現在的近況 可是那個近況是 明明是就我跟老闆娘 就幾個人知道事情 我說他怎麼會知道 我說你哪來聽的八卦 結果後來才發現說 我根本賴錯人了 我說他那個某家銀行 就是我們國米 我們的那個 現在台面上就很有名的銀行 就三大銀行的 資中的法人裡面的代表的科長 那職位很高你知道嗎 那我就 那我就跟他有介紹給我們的醫院會 那就好巧不巧 他就說 我就說 因為其實他們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那個東西是只有 就是在銀行端很高層的人才會知道 那他會 因為我們是在另外一個銀行端 就是三大銀行的某家銀行 那他是某家銀行的也是銀端 那他當然他們會互通一下 我說 這個東西怎麼可能啊 然後我就說 你去哪邊聽的八卦 後來他 因為我以為他是同事嘛 那我給他引領就非常不客氣 我說 你去哪邊聽的八卦 他說 沒有對不起 那大概我誤會 那我就覺得很糗 你不是我以前的同事嗎 那他因為他已經答應說 他就要查看銀行說 好吧 你筆子給我吧 我寄票給你 結果他賴來 那個賴的一個流星怪 我說 有點傻眼了 真的找錯人了 可是呢 他竟然就是要票了 那我今天就趕快寄走 我覺得 就是 當我們能量強 能量夠的時候 就是 對外場正著 然後我覺得 然後 因為我曾經送過他書 因為以前陳黎賽他的那個單位 也做過一些案子 只是後來就是 就是 有進展 那所以他也知道 我也收過他抄馬 所以跟他介紹過抄馬 他說 你還這麼虔誠 我說當然 現在社會太亂了 我們需要正能量的傳遞 然後 希望你 然後可以多邀幾個朋友 那我要分享的是說 其實在插馬一切都可以盡心留意 包括我們的幫助到我們的家人 那我非常感恩的是 我非常感動的是 我們的遺棋 這禮拜 這一兩個禮拜 他的爸爸也是 也是出 也是住院的 那也是去 他有求教導師 那導師也真的有出手 那他也非常感動 我覺得等一下要讓他分享他這一段 他剛剛 他剛剛真的 他說 他都起雞皮疙瘩 那這一兩個禮拜 他就一直有在跟我Line 那我對導師這樣子的發行 然後只要我們導師辦得到的 他做得到的 他真的是把所有的家人 的家人也當作自己的人 然後這樣子 讓我們都可以有容緣 然後讓我覺得說 真的在插馬就是一個非常篤定的方法 讓我們可以真的不要說這輩子以外 還有真的是生生世世 不是只有幫助我們自己 他可以幫助到我們身邊的所有的親朋好友 這是最感 最讓人感動的 然後也沒有像說 要去求神拜佛 我們真的第一時間知道說 爸爸發生什麼狀況 然後我們要怎麼處理 用什麼方法 就是自己幫助自己 先自助人自助天助 非常感恩 謝謝感恩李院長的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那麼我們上次講這次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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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